很精巧的 在做一个模糊的一个策略 观众朋友我们必须要 好好的来看仔细 看明白 尤其是中美角力 完完全全牵动到我们2024的选举 这一局呢 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呢 其实都还在出招 我们看到美国初中大使就说了 中国针对美气啊 是出自于政治动机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中国大陆制裁 美光 德勤等五家美气 来做一些制裁 包括没有通过安全的审核啊 他认为这个都是政治动机 那美国会反击 首先会这个禁 禁输滑 这个输滑的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到了中国的这个半导体技术 我都把你禁掉了 以免你解放军获得优势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 包括这个拜登政府对中国呢 会出招嘛 可是呢 他们的做法 其实中国大陆也看出来了 就是南华早报说的 他说假装对话 然后再出拳 我说我要给你对话 我要给你对话 可是私底下 其实还是不断地在出拳 包括刚刚上任的 中国大陆驻美大使谢峰 他就说了 不能用去风险 为脱钩打掩护 他认为 他认为每个国家都很重视国安 你美国重视国家安全 那中国大陆不重视国家安全吗 所以你不能当成保护主义 遏制打压对手的借口 每次都拿这个当做一个大帽子 如果你把国安当做锤子 铁锤 你看什么都像钉子 什么都要敲下去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贸易战没打完 接下来产业战 科技战 一直不断地打下去 真的可以让美国更安全吗 这真的符合美国的利益吗 而另外我们看看澳洲 澳洲呢 现在看起来他们对外的贸易啊 还有各种的外交的策略 看起来有在调整 包括你看澳洲总理 埃班尼斯 他就说了 会在某个时间点访问中国大陆 希望中国大陆先解除所有的贸易壁垒 那时间点现在还不知道 可是看起来中国有伸出橄榄枝 因为现在已经批准了澳洲的柑橘 荷果 芒果 像这些水果 樱桃 进口 而另外我们看到呢 这个Financial Times 新的一个报道就讲了 他说澳洲的贸易部长 他就跟这个欧盟在做一些谈判的时候 居然出声警告欧盟说 澳洲关系已经在解冻了 我们现在不缺啦 不缺什么 不缺五半 感觉在威蝕欧盟说 如果你不降低一些所谓一些优惠或降低一些关税 各种的优惠寄出来 我们现在有其他的五半了 你欧洲要做出决定 所以包括你看到的这些各国的对外外交 以及贸易的调整 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台湾做参考 而中美的武器的竞赛现在正在展开 包括你看到的《猎杀红色十月》 这是一部电影 超静音的磁流式推进器 现在真的有可能吗 这个是30年前 40年前的这个电影 《猎杀红色十月》 讲的是俄罗斯 那时候是苏联时期的一个 很安静的潜水艇 那现在包括有报道说五角大厦 已经开始了开启相关的研究 如果成功就会变成全世界最安静的潜艇了 那当然我们再看看包括中国大陆 它也不断的在精进它的国防的技术 武器的制造的技术 包括JF-22超高速的风洞 已经通过了验收 那现在甚至有专家跳出来说 有可能中国大陆的技术已经领先 而且是大幅度的领先了美国 这是来自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物理学家 这是中国的这个官媒引述 中国物理学家的说法 这种风洞可以助力 这个助力研发高超音速导弹 以及第六代的战机 所以呢看起来 看起来各种的这个研究人员 都还在跟时间来赛跑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中国大陆的歼20 中程辽机套挖式进化 可以投放自杀无人机 现在大家也都在研究这个东西 像是把这个无人机 从歼20的肚子里面 不断的放下来 做一种自杀式的攻击 而波音作为美国 美国的这个军工业的一个领头羊 它也在加紧研发多种的 多功能的无人机 大家都在研发这个武器 都在研发这些战机 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将会发射新的卫星星座 用以跟踪中国大陆 还有俄罗斯的太空威胁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超级大国 日益激烈的太空战争 已经步入了下一个阶段了 从地面要打到外太空去了 我们来问问看两个 两个怎么看这些日新月异的发展 我觉得美国讲话给人家 感觉有两种声音 比如说你一下又说 拜登在某个点上会跟习近平见面 不宁肯在未来几周会拜访中国 这样给他感觉是你有求于对方 然后你在这边一直在讲一些 说你这个制裁美光 你如果要谈制裁 那谁有制裁的比美国多 对不对 那贸易战明明就不是拜登的政见 拜登现在也没有取消 所以我觉得 可是双方又好像有一些议题在进展 我们不知道内容 比如说东亚朱卿康达也去了中国大陆 然后上次他进不去北京 上次在廊坊 进不去北京 这一次进去了北京 还见到了中共的副外长马朝旭 所以给人家感觉就是 好像有点进展 可是我们不知道内容 然后财政部副部长也去了北京 上个月中情局局长也去了北京 你到底在干嘛 就你现在好像听到两种声音 可是你一方面又看到习近平 在5月30号 在国家安全会议公开说 说未来不只有底线思维 还要有极限思维 你这底线思维是防御式的 极限思维感觉是你要出手 所以我们后来就陆续看到了两个事件 就是台海军舰被拦阻 对 对不对 然后RC-135在南海被拦阻 不知道你要干嘛 就感觉说你以后不忍了 你要开始出手了 然后美国又怕出事 所以赶紧跑去跟你谈 甚至也怕台湾出事 所以Rosenberg提早来台湾 所以我是觉得坦白说 这一大堆卓美的互动 你很难从一边的逻辑来看 美国是两边都有在出手 大国博弈都是这样 最后他们会在几个领域做交易 可是我们都会被谋在鼓里 我们的政府也不会 完完全全都不会知道 都会被谋在鼓里 你会看到有很多 有些冲突 有些好像在按盘操作 合作当中 可是你不知道 你是不是被按盘操作的对象 问题在这里 我们要防止这个事情 你很难防止 我只知道 賴清德今年的选情 比蔡英文四年前要坏非常多了 因为四年前 美国是非常明显支持蔡英文的 这一次我觉得有点 有点曖昧 否则怎么你一来你先见侯友宜 因为賴清德好歹也是副总统 賴清德是今天见罗森伯格 我知道 可是侯友宜排第一个 对 侯友宜排第一个 这个美国人会做这样的动作 我觉得都有特殊的意义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他可能有一些考虑我现在还不知道 可是你如果在搭前面的纽约时报 那个时候侯友宜刚出现 那纽约时报怎么写侯友宜 所以他是一张白纸 那他没有什么两岸的渊源 瓜葛 意思就是没有韓国瑜那么积极 也没有郭台铭这么 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大的投资部位 好像对他有点期待 就那个feu 所以我是觉得 台湾未来半年恐怕台美关系 尤其是两岸关系真的要谨慎 不然那个极限 极限思维的出手 搞不好你会受伤 猝不及防 极限出手的话 来 请教吴老师 其实亮哥讲的没错 美中关系紧张的时候 台湾还有地方可以选 可是你别忘了 最近布林肯一直说要去见 气球门座不能见 一直要见 李尚福不能见奥斯汀 所以变成说外交军都不能见的时候 这时候美国会紧张 他很怕会出问题 所以其实今天的新闻大家有看到 布林肯说要去谈 而且要谈台湾问题 对 如果美中开始交涉的时候 台湾问题他就必须要缓和下来 这为什么他要先见国民党的侯友宜 侯友宜再先来信 因为当美中开始交涉的时候 他要确保台湾这个问题 不会变成以前我们讲的troublemaker 我记得在陈琳扁时代的时候 我们常常被讲说 台湾是troublemaker 小布希 现在我们 从来没有听过美国人说 我们是troublemaker 但是未来美中如果开始 我们从这个极限施压 他要开始做一些对谈的时候 台湾问题一定会被放下来 他要确保台湾不会变成一个 所谓troublemaker 为什么我们来看 我们这从一直以来 我们看到各方面的竞争 科技战 贸易战什么的 现在来到一个间谍战 其实7月开始要有反间谍法 我们要看为什么 美国对这个美国五大企业 美光卖晶片科技 管理咨询公司 连贝恩都被查 他是管理咨询公司 德勤是会计公司 对 会计公司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现在对美国方面 特别是有勤收部分 不管是科技 资讯 还有所谓的审计方面 他都要非常小心 我告诉你 这不仅仅是在商业 在学术界也是 有许多所谓混血大学 过去在大陆盖了很多分校 他也聘了很多美国人 去当教授 讲师 那美国人后来一个哥都不见 现在还有一说 美国在中国留学生 降到剩300个 所以现在是各行各业 方方面面 中国还在防止美国 做所谓间谍的勤收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在各方面 都可以看到两大强权 在那边角力 我觉得未来 我们讲这个极限施压 美国现在是极限施压 如果极限 中国做极限反应的时候 那台湾还是要处于一个 我们稍微被动的角色 对于台湾会好一点 是 美国的留学生 在中国只剩300个 这300个 新闻出来了 这也太少了 可是中国到美国还有10万个 对啊 是 来请教舰长 舰长 你怎么看这些武器 军事科技 是我谈一些 比较军事科技的事好了 第一个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 是CNN报道的 他说CNN说什么呢 他说中美的造舰能力 已经越差越大 就是现在中国造三艘 美国只能造一艘 差很多 而且这个差距 会越拉越大 而不是照目前讲 它会越来越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澳洲智库 前一阵子有公布 他说现在全世界44项 新兴科技 中国大陆有39项领先 其中还有一些是遥遥领先 那你从这个东西 你再去看这些东西 什么东西 像那个一箭26星 它上去能够一次发射 放26个卫星 将来会更多 为什么 微型化 以前一个北斗 大概跟汽车一样大 现在北斗 有一天可能可以说到 跟篮球一样大 那上去还可以放50个卫星 所以未来会越来越 朝这个方面走 还有一个是JF22的风洞 30马赫 大家可能对马赫 没有什么概念 你知道30马赫是一个 极其恐怖的一个数字 如果走10马赫 它的外壳大概会2200度 像每一次外太空回来的时候 它不是在阿波罗回来的时候 它大概是12马赫 它会形成黑帐 就是它会有电力层包住 所有的通讯都不通 它叫做黑帐 这个居然可以到达30马赫 你就可以知道 刚刚为什么澳洲会说 澳洲是反中的 CNN反中的 这些不是大陆的环球报 如果是大陆环球报 这样讲你听听过去算 这些通通是反中的媒体说的 你就知道 中国大陆在军事科技方面 真的很厉害 然后唯一的一个 这里看得到的说 是美国的那个 像红色列车10月的那个 超级的那个 什么叫做磁通力 磁流推进器 那个磁流推进器 三四四年就听说了 你知道很多在物理上 像这些东西 我举个例子 电磁炮 希特勒时代就在做 雷射武器 你听了多少年了 最后能够变成真实的 实用的东西上市的 因为在这整个过程中间 你就知道好多物理的极限 它突破不了 这个东西也有一大堆物理极限 所以我认为很难实现 是